死刑是一個沉重的話題,關於他的存廢就能引發無數口水箭 但其實你們知不知道,在仍維持死刑的各國,刑場到底是怎樣呢? 本集《刑事秘密6》會和大家看看 Peter秘密檔案室,每週探索不同事情的頻道 歡迎點讚訂閱我小鈴鐺予以支持 首先我們來看看中國,中國有兩種行政地點 第一種是刑場,純粹是屎膠的一片空地,用來質問槍決 另一種是獸營室或移動式行營車,用來執行目前較多用的注射死刑 其內部有一張行營床,一部心律監視器,一部電動注射泵 甚至某些行營車還有陰影用來幫犯人放鬆,陪伴他走完最後一程 接著我們來看台灣,雖然他的法例有提及注射死刑 但目前全部死刑都是以槍決執行 他的刑場由臨時偵查庭,以及實際執行槍決處構成 死囚首先被帶往臨時偵查庭,供檢察官新敏其為言 之後死囚就會被帶往實際執行槍決處 那裏放在桌上,放在死囚的最後一頓 前面有一張平鋪的面皮,供死囚扶在上面被槍決 接著,再來看日本,日本採用場拒絕落繳營 日本營場總共分為教會室、前室、執行室 以靠供掌官視察的立會室、將會執行的死囚 會首先被帶到教會室,那裏會坐著教會師 通常是民間的牧師之旅,會跟死囚聊天 交代為脈的去向、寫為書等 之後在前室,那裏會由典獄長宣布死囚的死刑執行令 之後死囚會被蒙想傷難反駁雙手帶往隔壁的執行室 而他站在活板門上,緊接著他的傷腦位綁起 預先打好的繩結,會放置他頸部後方 接著在執行室一套暗牆後面,會有3個按鈕 供3個人同時按下,裡面其中一個會開體活板門 之後死囚會大約墮下3米,並迅速因為頸椎被承索辣斷身亡 最後我們去到美利堅,美國總共有5種死刑行刑方法 我們在這裡會以他最普遍的注射死刑為例,並且以俄亥俄州的行刑設施做示範 行刑室擁有一個拘留牢房,用來處決前安放死囚 之後有一個控制室負責混合藥物,以及體動注射泵 之後就是行刑室,裡面會放有一張床,上面有綁帶用來固定犯人 犯人在這裡拆入來自控制室的導管 之後就是美利堅的特色,見證人室 美利堅容許犯人的家屬受害者家屬以及媒體見證行刑過程 所以建有專門的房間,用於此用途 以上就是美國行刑室的大概 啊,差點忘記了,昔日大英國協的刑場也很有意思 在這裡順便為大家介紹一下 大英國協全部使用繞刑,行刑室總共分為3個部分 首先有死囚倉,負責機壓死囚直到行刑日 它在旁邊分別有一個廁所,以及供給死囚家屬的3置室 在死囚倉上有一個櫃,移開後就會發現一道暗門 打開後就會直達架形室,上面有一條橫梁用來固定成結 在地板上有一個活靶門,活靶旁邊有操縱桿 拉下之後活門開體,犯人隨即會因為急速住下被承受辣斷頸椎身亡 如此緊密的設計,令到處決最短只需7秒,並為我所推崇 這就是各國刑場的大概 死刑是永久剝奪犯人生命權的刑罰 各國皆予以高度重視 除了中國的舊式刑場 由於建設時間久遠,設計上較為隨便之外 但也在刑場上放入不少心思 這話許是對死囚的另類尊重 為甚麼成功